大家還記得嗎 發生在去年3月 台北市的德行東路上面 這一起一死兩傷的車禍 外號德東標車王的趙氏駕駛 他當時時速破百 而且完全沒有禮讓行人 還怪被害者不看路 沒有任何誠意道歉 一審判他4年 現在死者家屬出面回應了 這名趙氏的駕駛一直在推卸責任 而且還威脅法官不能夠重判 律師說了判4年真的太輕 他們要考慮再上訴 痛心落淚 死者女兒無法理解趙氏駕駛 為何撞死人卻這麼不負責 你看 1 2 3 4 5 6 7 7個了好厲害 被害者是這名66歲婦人 生前這段影片拍下她 為了孫女的成長而感到開心 但這樣的天倫樂 去年3月被摧毀殆盡 婦人在天母過馬路時 遭到超速轎車撞飛身亡 肇事駕駛雖然說過對不起 卻強調錯不在她 甚至開庭時對法官情緒勒索 她說你要去重判 我就去死啊 我就去安樂死啊 所以法官就問她說 那現在是我的責任嗎 調解員在跟我調解的時候 她突然進來 然後拿了一個信封給我 然後我也不知道說 要不要收貨那是什麼 然後調解員就叫我收下來 然後我一收下來的時候 他們就跟調解員說 這裡面有兩萬塊幫我登記在上面 她有多有錢我不管她 因為那也是她自己去跟媒體 跟外面放話說 她有六千萬不動產 她要付房貸她沒有現金 那都是她自己所說的 對於一審判刑四年 死者家屬說判決就像止痛藥 可以讓人不再那麼痛 不過律師認為太輕 應該有七年起跳的空間 她是有觸犯刑法185條公共危險罪 自然死傷的這個疑慮 那很可惜就是說沒有被採納 我在跟她討論 還有我們現在還沒有討論 好不好 夫人家屬表示 肇事駕事所有行為都在卸責 跟她願意賠多少錢相比 更希望她真心認錯 記者陳一汝 陳一祥 派報道 阿民